音樂 Hello 各位Jessica 讀者大家好 我是Fish林紫月 兩者都是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角色都是 其實魚哥這個人 魚哥余韻是同一個人 但他們的性格裡 都有我自己的一部份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 是我演得最接近我真人的角色 因為我真人像魚哥一樣 人家都覺得很有型 很酷 很兇 但我私底下就像魚韻一樣 我是挺容易 挺脆弱 我有脆弱的一面 但也像魚哥這樣 對著其他人 我就會用另一個自己去包裝 我覺得也有的 魚哥挺好 魚哥又有型 又善良 如果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他很照顧人 雖然他的口說不是 但其實他是勁用而欺 你看看 他的劇情發展到現在 他很快就跟這些孩子 他的手下去混熟 還有他很有儀器 他覺得我們是一團隊 要走就一起走 要留就一起留 所以如果有一個魚哥這樣的男生追我 也挺好的 而且他很孝順 這個問題 好 好像我可以追求一個女神 Cecilia Choi 因為我覺得他很漂亮 首先 還有我覺得他很年輕 已經可以有很好的演技 有很好的成就 還有我覺得他 我沒有跟他私底下相處過 但我覺得如果跟這個人一起 應該都挺舒服的開心 Ceno 顧定軒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 他是一個彈性很大的演員 他是可以man 你不要看他的樣子 好像比較陰柔的一個男演員 但其實他要man起來 也是很man 但他同時又可以演 比較年輕的角色 但我覺得他的質地是很有發揮的可能 還有我覺得他扮女生應該也漂亮 我覺得我的粉絲都是偏理智的 因為他們都會給我空間 而且都知道我不是那麼需要被擁大 或者是 我當然喜歡他們喜歡我 因為被喜歡感覺很好 但他們關心我之餘 他們都會給我空間 不會太過扯我 我覺得這種關係 我是挺珍惜的 現實生活中 都沒有好像 魚哥的粉絲那麼瘋狂 都會有的 但他們對我很好 我那天在ViuTV出來 我是魚哥的打扮 他們一出來 我就這樣 他們就尖叫 給我反應 是很可愛 也很好笑的 我覺得應該要找我的粉絲 來演魚哥的粉絲 應該也挺有效的 我覺得我進步了 沒有那麼執著 我也執著 但再放低一點 因為我的人很急 或者很認真 我很想解釋一件事 我就會很緊張 有時會看起來 就很兇 人家的觀感不好 又或者很容易崩潰 我就會先在我 有那種很緊張的情緒之前 告訴自己 其實事情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那麼差 有得解決的 冷靜一點 所以我會有另一個自己 去安撫那個很不安的我 這個是我一直在學 而我覺得是有 我是有所收穫的 這個方法是有成效